禅吉山维新圣教国际中务中心原新主任 及维新电视台原封总经理和原青台长 代表参加于美国芝加哥湖宾会展中心 所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大会 并在其中设置展位 向国际朋友介绍维新圣教 在开幕式后接着举行分组论坛 维新圣教国际中务发展中心 原新主任与中央研究院民主所张巡所长 台湾宗教学会前会长陈美华教授 政治大学宗教所蔡元凌教授 法谷大学邓伟仁教授共足一场次 台湾宗教对话之在地经验发表论文 本场次由意大利新宗教学会会长马西默教授主持 原新主任以东亚新宗教的宗教交流与对话 以台湾维新圣教 韩国大寻真理会越南高台教为例 为题呈现维新圣教近年来致力于 在国际社会推展中门能见度的过程 尤其于2018年所成立的东亚新宗教学会 展现了三个东亚新宗教之间的友谊 与跨文化交流所带来的共融 互信与和平理念 呼应世界宗教议会追求和平 公益与永续发展的世界之大会宗旨 张巡教授则分享台湾惠灵山运动的灵性追求现象 邓伟仁教授呈现台湾四大佛教 佛光 慈祭 法谷 灵鳩山等的佛教现代化现象 蔡元凌教授集中在讨论1893年第一届世界宗教对话中 儒家思想和伊斯兰思想的论辩 本场次讨论的内容含阔传统佛教 民间信仰 新宗教 伊斯兰语儒教 为大会提供一个相当全面的台湾宗教图像 观众坐满整个会议厅 并且日烈回响 同时在展场的摊位上 每天大约有上百人次来摊位前参观 其中有询问家里风水的格局是否恰当 并且寻求解决方式者 而大部分的人都询问自己这两天的运气如何 有些则询问婚礼当天的天气如何 也有当地的学生询问课业是否顺利 有人询问投资吉凶 在听到建议后 让他重新审慎考虑生活化的用意 让众人印象深刻 更有许多国际友人一心向往中华文化 他们平时都有在阅读《易经》 《老子》也有实践简单的风水法则 对于如、是、道、思想也有所了解 在这场国际大会当中与我们交流 他们感到非常的开心 也对于古之金用的鬼谷智慧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国际中务中心也收到来自杜拜、秘鲁等的会议邀约 会后并拜访芝加哥大学神学院 向神学院的公关主任Sarah 指上维新圣教的简介 也约定后续将寄送维新圣教的书籍 至芝加哥大学神学院 期待能与更多的国际朋友结缘 微信电视芝加哥报道